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女主这一块也是很关键的 从网上爆出来的消息能看到 大家都在说与一博搭档的女主很可能还是赵丽颖 面对俩人的二次搭档 很多原先的CP粉也是激动不已 每天起来最开心的就是能看到两人发官宣的文案 众人看到网传的女主是赵丽颖之后都在说 不火都难之所以会这么的笃定 就是因为王一博跟银宝合作的有匪 就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而且这俩人的演技也都很熟悉了 再次来磨合的话会默契度很高的 另外他们也都是属于颜值派高流量的艺人 凑到一起虽然是爆款剧啊 虽然我们是在这里开心的不行 可以想到这是网传出来的内容 所有心里也有些发虚 生怕等来将能独后官博官宣的时候 再不是王一博跟赵丽颖 那么就白高兴一场了 如果保持冷静 半信半疑的话 阵容发生再大的变化 都能轻松应对的 不得不说 王一博还真是一个很幸运的大男孩 能从男团成员 跨航到主持人 再到如今开始演戏 每一步的成长都证明了他的努力 所以希望众人在后代他的同时 本人也要更加的努力 不然新人诞生了之后 自己的资源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大家觉得是不是呢